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将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22次课 图片的上传与剪裁 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内容的话比较简单 如何上传图片 这个之前可能大家都接触过 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就是说如何来定制图片的剪裁 也就是根据上传的图片 我们把它给就是说 比如说剪裁成一定的比例 或者是剪裁成固定的大小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项目 直接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想上传资源的时候 就需要在设置里面去指定一些配置 然后指定root os.s.join.base.dl.me.dia 后呢这个新建一个文件夹 还有在这个地方要加上 Jungle 这个template 这个context processors me dia 然后我们既然希望对图片进行剪裁 当然就需要定义我们的model 定义model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它的seal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引入这个图像库frompil import image 然后呢引入这个时间 为我们要用利用这个时间来保存这个文件的一个名字 pass photo model 然后呢我们先获取当前的这个时间 后呢fail pass拿到这个fail pass 比如说我们这个gallery设置一个pass的路径 now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个photo original original 它是一个fail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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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load 后呢指定它的upload的位置是这个fail pass fail 然后呢我们指定一个它的poto small 就是说剪裁过的图像的一个位置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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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save 方法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调用这个 这个它的负类的save 调用这个save 其实就是获取这个photooriginal它的一些属性 保存之后就可以拿到它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photo pass我们可以拿得到 stil self photo origen path 如果你不保存的话你这个是拿不到它的这个路径 然后呢我们就是拿到一个把这个给读取出来open photo pass 我把它的大小给拿出来page size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设置它的sc sc sc ol 那么 比如说我们缩放这个地方我们采用这个缩放 比如说这个small idth 就是这个用它乘以这个small scroll number 然后small 8 8 乘以small ok 拿到了它这个大小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photo pass进行一个解析 首先把它的扩展名给拿出来 extension extension怎么拿到呢就是反向的解析re-split splat 然后 它的后一个就是这个扩展名 还有这个file name re-split re-split 然后呢与这个我来去切割它 然后还是这个第二个然后再来一个re-split 然后呢它的拿到这个file name 再拿到它的full path re-split 显然就是第一个元素 ok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image的这个剪裁的这个方法 bnail 然后呢指定它的这个大小small wise small height 然后呢指定它的image 这个an lens 这个地方呢我们获取要保存的这个名字small name 为什么呢就file name 然后加上我们自定义的这个small 加上extension 然后呢拿到当前应该保存的这个位置 file path 加上 然后加上这个small name 然后这个地方呢要判断一下就是它的mode 如果不等于这个RGB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设置成RGB 不然save的话就会失败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save了就把这个剪裁后的这个图像给保存到这个路径里边 然后呢我们要最后要设置这个photosmall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就是这个这个file path加上这个small name 最后呢我们再调用再保存因为又设置了这些字段 是这个save save save ok我们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来写这个建立两个模板 templates templates index 我们这个index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图片都显示出来 for img imgs save 然后呢怎么显示呢 首先就是img它里边有这个这个字段oranginal 把圆图像给显示出来 然后呢再把缩略图也可以显示出来 mg 看一下这个是photosmall 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加它的这个前缀mediaurl 然后呢我们这个写这个视图函数 findex kugst 我们这个imgs就等于把这个引入进来 from model import photo 然后呢photo.object.o return vendor request dx 然后 imgs 然后再写另外一个上传的 这个 模板upload 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 就是 然后呢这个是messor的是host 然后呢这个 e-type auty from data cstoken ok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input input file name img 然后再来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 type是submit 比如说就叫上传 然后我们写这个视图上传的视图 然后我们写这个视图上传的视图 函数 upload request 这个地方判断一下如果是messor的是这个post的话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文件给拿到 img get 拿到之后呢我们就是说新建一个photo实例 这一个photooriginal等于这个img 这个时候就调用它的sig方法 调用sig方法之后让它重定向到这个重定向一下 return gpdirect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所有的图像 否则的话就render request upload 然后呢在这个url里面去 from example import view 或者这个地方url view view.index 然后呢 还有一个 upload 是这个upload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引入这个 加上那个路径 from jungle-conf import setting from jungle-conf 叫 url 叫 static import static 这个setting 这个setting me url document 是有me root setting dia root ok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这么设置再运行一下ok我们打开主页 NOSA table我们把数据库给同步一下 然后迁移一下 ok然后我们来刷新 好 然后呢我们来 这个upload 然后选择一个这个文件上传我们就看到了他就把这个上传的这个文件原文件和剪裁后的文件给显示出来了 我看到这个下边也已经有了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学习了如何来上传 最重要的话就是如何来剪裁 这里边其实就用到这个imagine这个库 其实来说的话一个技巧就是说 就是说设置他的这个photo small这个路径 然后去访问他 这节课的话 下去大家还可以设置他不同大型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缩放 当然你还可以设置他为固定的大小 然后大家下去的话可以做自己做一下测试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很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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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